李天亮灯,大家好,我是马凯拉萨南达 我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 师婆的转世是在斯亚凡达 我昨天呢,告诉大家 大师给了我一个我的灵性的名,灵修名 马尼提亚凯拉萨南达 凯拉萨呢,它是 港人波齐风在喜马拉雅山中的 这个山呢,这个风的意义呢,极其特别 它是师婆神的家乡凯拉萨在地球上的显化 所以大师是作为师婆神本尊的在地球上的显化呢 他的家乡就在凯拉萨 这座山对大师的意义非同寻常 对我来说的意义呢,就更加的非同寻常了 因为我觉得,首先呢,我是非常期待大师能给我一个灵修名的 但是没想到发生在这么一个意外的一个时间点和一个场合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大师 能让我人生有这样的燃烧的体验 就是非常的不真实 能够在大师这么大的赞赏的声音下呢 在寺庙全部工作人员的面前被大师赞赏 并且被大师赋予重任 同时呢,大师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礼物 就是我的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呢,我就是一直都觉得很难消化 然后跟身边所有的人,大家也确实是这样讲 就是说你的名字太响亮了 这样,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我觉得这个又是我这个弱小的那自我形象 和这个被大师给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差别 就是觉得自己何德何能 我为什么跟这个名字有关呢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林姓明它的背景是什么吗 它呢,是我们所有人自己独特的 只对自己量身定做的指导我们走向正午圆满的最短的途径 我们的林姓明,就是它的意义呢 是所有的我们自己,我走向正午圆满的最短的途径 所以每个人的林姓明都是大师量身定做给他的 大师会用他的第三只眼看到你的存在的状态 给你一个最短的走向正午圆满的指点 所以呢,林姓明它非常的重要 要无时无刻都要使用它 就是有这个名字之后呢 就再也不需要用之前的姓名了 因为呢,每次被人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呢 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我的人生要走向正午圆满 我的路就是这个林姓明它所指点的这条路 所以说它的灵修上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我在这段从昨天到现在 确实有非常切身的感受 这个林姓明能给我带来的人生的意义是怎样的 但我确实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和这个山差的很远 真的我看不到自己是这座山的现实 但是每次别人在用这座山来叫我 甚至大师他在开市的时候 总是讲到凯拉萨他的家乡等等等等 还有他用到凯拉萨的不同的场合 这个时候我就会更加的细致的去分析他所讲的意思 能够用多远多个角度和层面去理解凯拉萨这个山的意义是什么 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真正的能够切身的从昨天到现在感受到他对我的提升 真的是我的一个榜样 是我可以让自己依靠的一个榜样 我如果能够做到是他 我就能够重复圆满 所以呢这座山给我的感受 它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 是一股神奇的力量 是最坚实的支持以及最神秘的那个面纱 他包容了大师 他是大师的家乡 是大师的最最爱的那个地点 他呢也是孤丰自傲 非常独自它独自立在那儿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港人波齐峰 大家知道他的长相和周围的所有的山都不同的 他是非常独树一致的 非常特别的 你看到这个区域你是不会错过他 你的眼睛会直接盯在他身上 并且他给我的感觉也不是柔软的 他是挺阳刚的一个 但是也不是纯粹的阳刚 就是他是软硬都有 就是雄性和雌性的能量都是一个结合这样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既能感受到自己是他 也觉得他确实是离我很遥远 我觉得更多的 如果我真的是发自内心 希望自己每一刻看到凯拉撒都让自己有一个强有力的认知 在告诉自己我是他 就觉得自己是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形象在知道我要成为谁 在人生的任何的时刻 只要我想到这座山 我知道我就有一个方向 我就知道我应该是谁 我应该有什么态度 应该做什么选择 说什么话 做什么决定 所以 很多感受 然后呢 跟大家分享我 对于零性名切身的一个体验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灵修的工具 它是一个最直接的 无时无刻不给自己的一个指点 这样 最后呢 还是非常感激大师 能对我有这样的厚爱 然后 也非常感激人生 它终于听到了我心中最深的那个声音 就是我最强大的形象 我自己能想到的我最强大的形象 但是当它真实的揭示在我的眼前的时候 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就出来 就说这个不是我 所以给自己也有一些 启发这样 很大的启发 其实 我知道有了这个零性名之后的未来 我进步的速度会更快的 我知道一定会这样的 我一定要正午圆满 我一定要体验这个人生 最彻底的 最真实的 最终极的人生 这个就是我 我给自己的一个誓言 我一定要做到 大家也都能做到 如果你像我一样 有对人生 最深的这股好奇和热情 你想要体验最终极的存在 我作为人 我在地球上 最最燃烧 最最放大 最最强烈 最最激情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就要体验这个最燃烧的时刻 这个状态 欢迎你呢 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 真正的在大师身边修行 大师可以实现我们 最终极的人生的愿望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见到的